今天煮烧骨粥广东人的滋爱 夏天不想吃饭 口寡寡的时候做一碗很棒的 尤其是喜欢吃煎炸热气东西 有一个不小心37-38 我们加上芥菜进去煮 芥菜加上烧骨就是两个字 聚火 我自己超喜欢吃烧骨 无论煲汤煲粥 煮菜我一定帮你煮得干干净净 我们先用滚水烤一烤去 洗一洗表面的油和盐 浸浸浸浸后 我们将米给少少的盐少少的油 拌一拌 这样会令粥更加绵滑 接着我们给少少的事实 给少少的瑶柱 放上烧骨进去 给两片姜先煮30分钟 滚了半个小时后 再加上米进去 再煮多大半个小时便可以 根据自己的口感去调时间 最后再加芥菜 我只是落款的 那些叶怎么办呢 可以留下来滚咸蛋芥菜汤 简简单单 有一餐的粥又滑又面又甘又香 玩味